是的 主播畫面中警銷已經抵達現場 巷內的小屋全面陷入火海 可以看到屋內的火蛇不斷竄出 陣陣濃煙直竄天際 不時還伴隨爆炸火光 消防人員正拉著水線往屋內緊急灌救 這起火警發生在二十七號晚間 新北瑞芳一處民宅 由於是逢二二八連假 九份人車眾多 加上火災地點位於窄巷內 消防人員趕望現場非常不容易 民宅前還堆放火柴 抵達時火勢已經非常猛烈 幾乎成一片焦土 火在四十分鐘內達到控制 不過現場還留有些許殘火 消防人員正在確認 現場是否有人受困 新北消防局表示 這起火警造成小屋一樓全面燃燒 面積大約有二十到三十坪左右 所幸屋主兄弟及時逃出 沒有造成傷亡 初步了解是疑似燃燒廢棄木材 才會時空釀災 相信原因有待進一步調查 以上最新主播